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它由八个动作组成 其整套动作演练起来 犹如一副绚丽多彩的锦绣 因此称之为八段锦 其部分动作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导演图中就出现过 最早出现文字记载的是宋代一金制一书 在清末形成完整的套路 并有了动作名称割绝 八段锦的特点是调身 调心 调膝 要求身形动作 呼吸与意念相结合 八段锦由八个动作组成 简单易学 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 其八个动作可整体练习 也可以单个动作练习 练习次数和动作幅度的大小可以自己选择 因此运动量和强度可以自己控制 安全可靠 适合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学习 八段锦整套动作特点体现在 柔和缓慢 圆活连贯 松紧结合 动静相筋 神与行和 气欲其中 八段锦有什么作用呢 从医学角度来说 八段锦能够起到柔筋筋骨 氧气壮力 具有行气活血 通畅筋脉 灵活锥骨 协调五脏六腐之功能 可以达到强身进体 营养心神 易受延年 防病治病的效果 其每一个动作呢 都能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局部起到应有的效果 并通过局部来调整我们的整体 矫正 身体形态 从运动角度来说 八段锦属于有氧运动 我们知道 长期的服按工作 或者是缺乏运动的人 最好就是要增强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 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增强关节 肌肉的灵活性 协调性 提升力量和灵敏度 另外 八段锦它又是一种非常柔和的缓慢的肢体运动 它通过慢节奏将我们身体各个关节和韧带进行安全有效地撑拉 缓解肌肉疲劳 通过动作与呼吸的配合 改善肺部功能 增加肺活量 练习要领 对于初学者 在八段锦练习中 首先要抓好基本身形 身形贯穿于动作练习的始终 基本身形有问题 就会感觉动作处处别扭 因此 我们要学会功法后 就需要进一步在动作的规格上下功夫 力求动作准确 要领得法 姿势优美 动作大方 争取做到 松进自然 即身体动作和精神要放松 呼吸要均匀自然 准确灵活 即动作要舒展大方 正确规范 刚柔 并济 循序渐进 即学习和练习要适度 锦防过量 要劳逸结合 张弛有度 八段锦是传统文化留给现代人的瑰宝 八段锦好不好 只有自己练了才知道 八段锦是传统文化的规格上下 两端是传统文化的规格上 玉码 统文化 充私 Hagumi 依然为 八段锦仁为 九三段锦 六段锦 至少二段锦 八段锦 适凄几店